你终于打过来了 可是现在我不想听到你的声音 大事件 大事件 野素消失事件 小哲和小倩不见了 按照小哲的性格 不应该不打招呼就玩消失 他们一定是发现了好玩的事情 听说这一带不安全 常有游客被绑架 难道是真的 要不报警 不可能 他们两个孤男寡女一定是 难道是万兴人世界 绑架 绑架的可能性最大 肯定是孤男寡女 万兴人 绑架 喂 是小哲吗 你们在哪 啊 知道了 我们明天一早就回 小哲 我是墨墨 你们真是的 你们在拍韩剧啊 两个人在野味不安全的 到处跑 诶 没电了 诶 诶 他给你看我 游客 感谢观看